那個車子是這樣 同這個型號 它可能那個價格帶分布 比方說200到500萬都有可能 因為看配備 我的習慣是說 要買就買頂規的 我老婆節儉務實的個性 她就叫我買250萬的 最便宜的 最便宜入門就可以 她是覺得就是說 開的動就好 因為其他用不到 因為你也不會用其他 我會用 我會用 其他你哪有時間用 女的經紀人幫你開車 她要幫你載到你就下車了 你要用什麼 對耶 對耶 用就禮開 是她開 我的理念是說 既然要買了 就把它一次買到位 但是她就什麼都會要 結果怎麼辦 怎麼辦 出現這個問題怎麼辦 誰讓步 最後還是我讓步 你要入門就入門吧 但是因為隔了很多年以後 以前覺得說 那個錢是一筆大錢 漸漸的就覺得不是大錢了 那錢 那太多錢 那太多錢 那太多了 可以 對 我是 從不說 有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